大家好,网球老聊 我刚才回看了一下郑清文和波塔波娃的比赛 我也看了一下网友这个留言 网友说这场比赛好悬啊 还有说,哎呀,真是运气好啊,才赢了 那还有说,哎呀,确实如你所言 相持真是完败啊,等等之类的 也就是说,很多网友都认为这场比赛赢得好惊险 赢得甚至赢得不容易 但是我的看法和大家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这场比赛赢得其实是很轻松 为什么啊,其实这场比赛你别看比分很接近 但是整个的气场,整个的走势 是在郑清文控制之中 你能感觉到郑清文在打上比赛的时候 就像一个普通的球员和一个高种的球员打球一样 郑清文就是这种比赛 就是你能看出他传递出来能量和信息什么 这场比赛我已经定了 我吃定你了 而对手呢,也是能感受这种气场的 也是能感受,所以说你看在第一盘的时候 抢7 郑清文也没慌啊,1比4落后也没慌啊 对吧 反而把这个帮塔波瓦整毛了 直接送来双共 然后郑清文再拿两分,拿下 你看那个 到第二盘的时候呢,郑清文这1比4 的时候呢,他又放松了 所以说这场比赛他其实打得不专注的 郑清文这场比赛,其实打得并不专注 并不是百分百投入的 因为他觉得打他嘛 可能不需要那么大劲 所以说大家看起来过程好像是挺惊险的 实际上都在这个郑清文的掌控之中 这个我认为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说你看到第二盘虽然被追平了 他一使劲又把你拿下了 虽然看似惊险 但实际上都在掌握之中 网球这个比赛你不能看比分 有的时候你看比分好像很接近 其实差距很大 有的时候你看比分差距很大 其实呢,差距很小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郑清文最大的天赋 其实就是这方面的天赋 就是他的心理上的天赋 如果说这方面他不断的胜利 不断的这个赢球 那会让他这个心理这个层面进步的会更大 这个优势会积累的更大 再加上他的这个计算数的不断的完善的话 那他就可以走得很远 希望郑清文越走越远